政府禁止逮捕台外侵犯媒的政策 完美已定6月17号这一项 但是因为最近台湾出现H7N9金流感的疫情 所以政府划定提差为5月17号开始实施 希望业者跟社会才配合 因应那个H7N9的疫情 那所以原本之前已经有在讨论的这个 传统市场火情进展的部分 在这个疫情的防疫的考量下 所以政府就决定要在今年的6月17号来做一个禁止的动作 那因为之前先前就是有一个境外一路的H7N9的台商感染的案例 所以后来就紧急了再把这个时辰往前提前一个月到5月17日 过后的住院就要配合这一项政策 已经做好配合的出息 希望可以做消费者和逮捕业者的不便 降级最多 我们的传统市场共有20处 那我们也盘点了我们现有的这些 屠宰场的一个生产线的量 那我们之前在4月25号的时候 就有请这些屠宰场 然后请他们来协助 在未来传统市场进宰的时候 我们能够来尽量的供应这些摊商 让他能够在货源上供应无余 那如果处置外降丢 网均经由学家的导致地处理 必须要由受益减业学家才能就职消息 所以对消费者来说能够提升食品的安全性 因为屠宰场现在基本上都有 我们都有那个受益师做把关 也就是说机制进去屠宰场之后 都会有在卫生啊 在健康的那个上都有受益师做把关 那经过这样子的把关之后 消费者在市面上买到的鸡肉也会更为安全 更为那个安心 欢迎我们农亚处境团 已经开始全国国地的传统市场 选择这项新的政策 17号这次是时候 违反相关规定的业借 将被触犯2万以上10万以下的罚款 记者以兵为 炒王报道